但是後面要清除功能,要先把它清除 任意的日期的話 跑出來其實都應該沒問題 就會自動會幫我把這個日期 而且跟上面是一致的 OK,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程式部分的話呢,等一下我也會再把它照個像 把它放上去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畫面 前面也有用變數X X會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你這個三行,一是扣別 看起來很長 請問有用這三個一模一樣的 可以用變數X來代替 可以,就是說如果都一樣的話 程式裡面是可以用變數的 就多一個,比如說像這個地方,我們前面是有用什麼?用X 因為如果說你覺得很擁長 三個都一樣對不對 那也是這邊當然可以給它一個變數X 去取代什麼?取代這裡面的X等於什麼? 等於,假設我這邊都一樣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把 我可以把它精簡一下 這邊OK 那把這個怎麼樣? 把它搬過來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X 因為先給它負值 那X這邊的話呢,也可以把它改為X 那這邊的話呢 也可以把它改為X 那這樣就更簡單了 有沒有 前面我們有題目是 把那個 反過來 因為 我擔心說在 邏輯上又多一個變數 可能有些同學 一下子還沒有辦法 馬上 就是 就是 這個習慣 那當然最精簡 是這樣子 X前面有沒有宣告定 VBA很厲害一點,就是說 所有的語言都要宣告 都要宣告,而且都要指定資料形態 可是VBA很厲害一點,是完全不需要 也可以執行 所以VBA是一個 應該算是 最 就是最好寫成 最好 最容易懂的 因為它完全不需要宣告 不像說要 C語言 或者Java 一定要做 很嚴格的宣告 在VBA裡面完全不需要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有幾個變數 I也是一個變數 J也是一個變數 X也是一個變數 可是都不需要宣告 這個是 VBA的好處 因為 少了變數 對於學習者來說 算是輕鬆很多 不然你還要再了解 什麼叫做變數 什麼叫做 資料形態 哪一種資料形態做什麼用途 前面就一堆東西了 那暫時你們如果說還不想知道那麼多 那你們就可以 稍微 知道這個就是一個 暫時儲存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試試看 應該這個地方改完之後 我把這個地方清掉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 按一個萬年例 沒有問題 有沒有 所以也就是再更精簡 等於是程式部分呢 還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等下把畫面 照相起來給各位參考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